张亮娇妻曝光,曾经也是模特,没办婚礼已经结婚15年。 张亮,说,原名张震索,1982年3月26日出在北京市出生,是一名男演员,也是一名模特。 虽说娱乐圈中转行的人不在少数,但由模特转为演员的其实并不多见,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发展下去,随着年龄的增长,张亮的模特路发展就会越来越受限,可能最后只会是个不知名男模吧。 但由于参加了爸爸去哪儿这一节目,儿子天天地积脸可爱,张亮本身的稳重温柔都让她圈粉无数。 都说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好女人,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位在两个男人身后的女人。 寇静,与张亮一样同是一名模特,据说两人的相识十分巧妙,在同一天两个陌生的人相遇了两次,这使张亮觉得缘分天定。 两人交往后,寇静觉得时机到了,抛下女生的自尊与矜持,直接向张亮求婚,但由于当时二人经济窘破,2003年,一对新人十分简单地登记结婚了,并没有举办婚礼。 婚后的寇静,退出模特圈专心致志的相夫娇子,大家都忘了曾经她也是一名光鲜亮丽的模特,为了爱人与子女甘于做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。 。 如今已经结婚15年了,寇静为张亮欲有一子一女,男孩积连董事,女儿可爱大方,张亮也已经事业有成,寇静可谓是苦尽甘来。 。 2013年11月10日,张亮用一枚月维斯钻戒向寇静求婚,希望可以补给妻子一个正式的婚礼,月维斯一生只送一人这也代表着张亮对寇静的感激和爱意。 。 这位低调贤惠的女人,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只为照顾好丈夫与孩子,如果是你,你愿意这么做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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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。